台湾这回防疫有成,幕后有许多无名英雄,当中包括了公卫专业人员在疫灾管控跟调查上适时的做出数据评估,提供防疫单位拟定准确的防疫策略,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然而台湾医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重医疗轻公卫,预算严重的失衡,加上了欠缺公卫认证制度,到现在还没有国家征兆,导致了人才严重流失。 虽然在当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公卫施法草案很快的在立法院一读通过了,但随着疫情的消失,法案也延宕至今,发人问问。 这样的制度僵局要如何打破呢? 共同支持同卫施法 西式酒精,分装成冠。 26岁岁长陈志宇,每日防疫任务,除了替李明备妥酒精,还得紧盯居家检疫个案。 喂,你好。 喂,阿姨,是,今天身体都还好吗? 今天居家检疫第四天,有没有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 好,那有什么问题,再赶快跟我或是李干事联络哦。 谢谢,谢谢。 辖区内五六十个居家检疫对象,里长一天两次电话关怀。 老板好,你好,你好,来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的那个现代防疫啊,我们一定要第一个,个人一定要勤洗手,然后尽量不要碰眼口鼻。 除此之外,还得挨家挨户送上口罩酒精。 餐厅的话,就是如果客人,或是桌面要使用的话,那酒精就可以去做使用。 你就喷一喷,然后可以用干净的抹布把它擦拭过去。 这些工作,别看陈志颖做得顺手,疫情爆发之初,他其实和李明一样,完全不知所措。 一开始,就是过年后爆发的时候,其实对里长来说,应该是都是非常,其实是无助的啦。 对,因为没有任何教育训练,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教育训练是针对里长。 所以我就说,里长在这次疫情当中是八仙过海,各嫌生痛。 出任里长在短短两年时间,就碰上武汉肺炎。 陈志颖当下只能求助卫生所的工卫护理师。 但工卫护理师身兼多职,一个人负责五个礼,疫情当前分身拔束。 我觉得如果有工卫是这个角色的话,他能比较深入社区,了解各地的状况啦。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人口的结构是不断地在老化的嘛。 也就是说,地段护士本来要做的,这些独居长者,或是一些精神疾病的这些患者的关怀, 它的负担一定是越来越重。 可是当loading过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体系是会慢慢被压垮的。 基层提出建言,未来若能将工卫人员纳入社区, 不仅能弥补欠缺的人力,更能安定民心。 但台湾工卫人员多年来并未受到重视,甚至沦为一届边缘人。 其实台湾工卫,早年曾被视为一届重要的一环。 因为1950至1970年代,政府对于疾病采取预防剩余治疗策略, 不仅在各地广设卫生所与公家医院, 但曾以公卫策略成功扑杀高死亡率的瘧疾。 计划要推动之前,我们去做了这个调查, 发现台湾人里头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得到内疾。 推动这个扑妹计划以后,去喷洒DDT之后, 经过了六年,那我们得到内疾人数就从120万一下子降到100人左右。 内疾完全扑妹的时候,就象征了台湾的传染病时代的结束, 那进入了慢性病的时代。 不过80年代之后,台湾传染病多以获得控制, 国人慢性病比例增加。 公卫预防概念渐渐被医疗取代, 轻公卫重医疗的现象不仅显见在国家的预算分配上, 专业执照认证也是问题。 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有公卫师执照。 我们健保每年都不断地过几年就说亏钱, 过几年就说亏钱,为什么? 因为我们完全都比较从纯医疗的角度去做治疗。 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老化, 老化人,本来生病的人就多。 那如果你没有做早期预防的时候, 我们国家未来这样的负担就会很大。 相较于医生以及护理师, 主要关照个人, 工卫人员专业关注的是大规模群体健康。 问题有品连环报,闹得人心惶惶。 业者不但擅自将过期一年半的奶精原料, 分装混进其他奶精再致贩售。 像是近年来, 层出不穷的食安问题, 如果有工卫人员把关, 就可以做安全性评估, 也能透过数据分析提出政策建言。 另外,包括职场安全确保, 甚至是灾难发生时, 要如何整合资源供送病患, 都是工卫人员的拿手强项。 以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为例, 工卫人员小从社区防疫卫教, 大到疫情监测调查, 都能发挥所长。 因为它基本的素养, 有学过流行病学, 有学过卫生统计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包括感控也好, 包括后送, 还有流行病的调查等等, 都可以扮演一些关键的角色。 这次的流行, 大家就会发现说, 当这个疫情出来之后, 医师没有办法再做工工卫生, 他光治疗病人都来不及, 护理师都被这些所谓的隔离医, 他每天在做发烧筛检, 帮忙医师做照顾, 他也来不及了, 要是再包口罩他就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时候到疫情来之后, 每一个专业他还是回归到他自己的专业, 所以他就知道说, 还是需要有一群真正一辈子可以做公共卫生委职制的人。 喂,我是知父,你好。 阿长,那个, 谢谢你哦, 谢谢你帮我收这些资料, 啊,那个你再帮我确认一下五楼跟六楼。 今年三十二岁的黄资傅, 台师大卫教所毕业, 目前任职于私人长照机构。 我们主要是针对安宁寮父的长者, 针对他的生理、心理跟灵性, 还有社会支持这些的量表资料, 那我们会去做分析。 三年前, 黄资傅顶着台师大卫教所高学历走出校园, 求职却四处碰壁。 幸好遇到市长引荐, 才得以进入和所学相关的长照体系工作, 但他的同学几乎有一半, 毕业后没从事本行。 以我们四大卫教毕业的为例的话, 我们比较大宗还是在学校, 当我们的健康教育的老师。 那有一部分会是在我们的卫生行政体系, 那其实有将近一半的同学是流失掉, 就没有在公共卫生这个领域。 根据台湾公卫学会统计, 全台每年从校园毕业的公卫系所学生 约有一千人左右。 相较于多数医护社福科系学生, 毕业后有国家考试管道可以取得证照, 目前的证照国考中就没有公卫师这个项目。 很多人学非所用, 人才严重流失。 医事人员的证照, 你看连社公司都有证照了, 那很多的家长就说, 那有那么多有证照的系, 你干嘛要去念公卫系? 公卫系没有证照, 那工作资产就不确定嘛, 所以这几年就慢慢被弱化。 我们可以透过监测、调查, 那去用科学的方法去拟定一些相关的介入措施, 但是像在没有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疫情发生的时候, 这些是不被重视的,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没有缺口, 所以大家无感,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让这个专业被人家看到。 共同支持公卫师吧, 共同支持公卫师吧, 然而在国际上, 公卫师登陆认证可是一股趋势, 2003年, 英国率先推出公卫师认证, 美国则是在2008年首度办理考试, 至今每年也有超过5600人成功取得认证, 反观台湾公卫师, 立法推动历程确实调漫漫长路。 原本2003年SARS爆发, 公卫师草案宋教立院很快一读通过, 但随着SARS疫情的消失, 便不再受到立委门关注, 公卫师法至今躺在立法院, 有20年之久。 过去在争取这个过程里面, 公共卫生界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呢,也没有成功, 那我想当初的原因, 或许是放在这个所谓的排他性, 专业的排他性, 以及这个职业的范围, 还有职业的场所的问题。 卫生所的护士, 还有药局的药师, 还有这些营养师, 他就说我们都在做公共卫生啊, 所以你公卫生干嘛来做, 有没有你都没擦, 我们都已经在做啦, 所以当时一直有这种, 所谓的误解的概念。 3233, 为什么推动公卫师法这么难, 一方面是他与护士业务同质性高, 加上经常被认为, 他们的专业不具独特性, 然而一场全球爆发的武汉肺炎, 让公卫师法再露曙光。 本次公卫讨论的提纲是一, 公共卫生司法草案条文的讨论。 2020年3月, 立法院举行公卫, 会中邀及一届公卫届全会提出建言, 立法委员不分党派, 其声高喊支持。 其实最大的症结点就是在公卫师跟护理师, 其实还有医师, 这三个的职责上面的一些重叠性领域, 把它驱开来就好了。 但是这个讲是这么简单, 可是可能还是要这三个团体呢, 大家坐下来自制斟酌。 专业不专属, 让大家不会去排斥其他专业, 其他专业是, 其他司法是绝对排斥其他专业, 侵犯他的权益的。 但是这个公卫师法是没有。 有别于2003年版本, 这回政院版的公卫师法, 特别提出专业不专属概念, 也就是未来公卫工作, 不只有公卫师能做, 其他医事人员也能跨界考照, 从事相关业务。 如此一来, 不仅能广纳人才任职公卫师, 也能减少立法阻力。 假设公卫师法过了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的专业被认定了, 被认可。 所以等于说, 就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知道, 我未来可以去哪些地方, 是有工作保障的地方, 那我所学也可以运用到那上面。 我希望我们的公卫师法在全民跟立法行政都有共识下赶快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担任起这个交易训练的功能, 然后来更多的人力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找得到这些人。 公卫师法草案目前被列为新会期前三优先法案, 公卫人引颈期盼能学以致用正式加入国家队阵容。 一场疫情让台湾重新审视公卫师的重要性, 也深刻理解留住公卫人才是台湾的当务之急。